美国出了特朗普 我们要怎样认识他 世界上有三个特朗普 一个是作为商人的特朗普 一个作为竞选人的特朗普 一个作为总统的特朗普 国际格局面临新变数 中国对策在哪里 审视中国崛起 美国有哪些经验可借鉴 他本身快途就大 综合实力强 而且不光硬力量厉害 卵力量也非常厉害 这国家非常有学 确实值得更提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应如何打破 大国兴衰旧逻辑 第一个就是叫 不冲突不对抗 这是底线 第二个叫做相互尊重 第三个是合作共赢 立足中国本类 看美国 看世界 分析国家崛起的新形势 今晚我们一起听金蔡荣 讲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机遇 与挑战 福相伴能永远 福建能源集团提醒您 稍后更精彩 讲好中国故事 发出中国声音 这里是中国正在说节目 我是主持人郑若霖 大家晚上好 美国选出了一位新总统 中美关系将往何处去 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的人 都在问的问题 因为美国是我们中国崛起 绕不开的国家 所以我们要认识美国 今天我们很高兴 请到了一位美国问题专家 大名鼎鼎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院长金灿荣教授 现在有请金灿荣 欢迎 欢迎 金灿荣教授 谢谢 谢谢 我呢 要请你原谅 没有特别向观众介绍你 因为你实在太出名了 天下谁人不识君啊 谢谢 谢谢 尤其是你的头衔太多了 我来给大家念一下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品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战力研究中心 主任兼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副会长 中国太平洋学会副会长 中国人民政协论坛特品教授 国家海洋事业发展高级咨询员 你的职务太多了 也太出名了 谢谢邓老师 谢谢 谢谢 那都是屈敏 我实实在在就是人民大学 一个普通老师 这是我最重要的工作 特朗普上台 中国将会加速崛起呢 还是中国崛起的石头 将会被遏制 用一句话 你怎么回答 我想特朗普对中国的崛起 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中国崛起与否 还是取决于中国人自己 这个答案在中国人手上 中国人的崛起 答案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 好 现在我们就有请金长仁教授 为我们解说 特朗普上台以后的中美关系 谢谢 谢谢邓老师 世界上有三个川普 一个是作为商人的特朗普 一个作为竞选人的特朗普 一个作为总统的特朗普 然后特朗普他为什么赢呢 他是非常有意识地 选择了这个裂痕的一个一边 就是选一边 他不是做这个全民总统 就两边都抓 他不是 他就选一边 他选了什么呢 中下层 他就公开了这个通缉 现有体制内的利益集团 他以这个反体制的面目出现 是吧 就迎合了中下层 还有一个 他是迎合了右翼 第三个就是迎合白人种族主义 要从政治策略上讲 这是非常聪明的办法 因为这都是多数 所以社会分裂 然后有一派的愤怒情绪很强大 这一派人又多 特朗普先生 他的历史定位 应该是一个造反派英雄 而不是革命领袖 就是他不可能对美国体制带来变化 但是他会对美国体制内的金英城 和既得利益集团发起冲击 另外他的冲击主要还是表现在 就是美国的盟友体系 今天世界大概有60个左右的国家 是属于美国的盟友 然后他们的整个国家战略 是建立在美国的保护下面的 结果现在美国说 我不想保护 你们自求多福吧 这个时候他们的定位就有问题 所以对美国的盟友体系有冲击 第三个可能是对美国过去主导的 叫全球化过程有冲击 因为特朗普先生他很明确 他是要美国第一 而不是世界第一 然后经济优先 美国第一经济优先 我看网上有耗石之图 把特朗普先生的主要政策主张 跟咱们小评理论进行的比较 发现他学小评理论学得非常好 就是国内问题优先 国内问题当中经济发展优先 发展是硬道理 国际上不要什么推广民主 搞意识形态 要去意识形态 另外就是减少国际责任 也就是小评讲的韬光养晦 非常符合小评理论 对中国的冲击是很有限的 因为中国是在美国体系以外的 而且中国快途太大了 中国14亿多人 我们制成体系 所以我们跟它体系没关系 或者关系不大 所以对我们冲击较小 另外就是中国非常能干 所以中国人可以淡定 那么当然中国本身受到冲击不大 但是中美关系还是有影响 应该这么说 特朗普先生他是商人 他会把他的商业特性 带到他的执政理念里面 就是特别重利益 而且是特别重经济利益 他最重视的叫 Money Money Go My Home 知道吧 就是把你的钱变成我的钱 这是他最重视的 他现在对中国有点意见 就觉得中国人赚了他的钱 抢了他的工作 所以我估计他上台以后 对中国的叫经贸压力 肯定是要上升的 这一点我们要做好准备 要欲为之谋 不排除半年以后 他命令财政部宣布 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 有这个结论 他马上就会对我们很多 那个苏美产品提高关税 但另一个方面 特朗普先生对那种 在海外推广民主 可能要小于 希拉里·柯林顿女士 希拉里·柯林顿女士 她曾经做过奥巴马总统的 国务卿设计了 著名的回归亚洲政策 最后用的是叫 Rebalanceation 最后这个词 其实有点坏了 从战略学角度来讲 它是暗示 中国是麻烦制造者 它的前提说 亚洲这个地方 原来是有一个 balanced system 就是有一个平衡 是吧 现在由于中国的崛起 你打破了平衡 而我作为世界领导者 我有义务来恢复平衡 这样就给他 回归亚洲政策 就提供了合法性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 大家体会一下 我们中国人呢 学习他 知道吧 他把坏事就说成了一好事了 本来我们亚洲挺好的 他跑过来搅局 搞到这里风烟士气 他是个捣乱者吧 但是按照你看 Rebalanceation 把我们定为一个捣乱者 他是次序恢复者 在读话语权方面 应该讲美国很厉害的 很有竞争力 这一点我们要学 坦率讲 弄得我们中国这几年 还是有点难受的 因为周边就很多矛盾起来的 本来东海挺平静的嘛 而且中日韩有一段时间 都准备谈那个中日韩贸易区了 结果你看美国一回归 日本又一起来 就开始落钓鱼岛 然后中日韩至少这几年停止了吧 未来会不会彻底就临床死亡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这几年是停止的 如果是柯林顿女士成为总统 她一定会继续推这个 然后对我们的压力会更大 因为大家一般认为 柯林顿女士 她的行动能力要比奥巴马总统强 那是家里面一把手 单位也是一把手 性格非常强悍 大家去看那个柯林顿传了 就前总统柯林传两本我看过 因为经常在家里挨家暴的 是吧 给打得鼻心脸肿的 临时取消记者招待会 这个女士非常强悍的 所以她要是执政 对我们战略压力会非常大 特朗普现在就好一点 她在主观上 她没有那么重视亚洲 中国现在最不需要的 就是世界老大关心我们 该干嘛干嘛去最好 这样我们好好解决家里的问题 对于川普这个态度 我们就挺好 2016年是1991年以来 25年以来最乱的一年 就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 专家的预测都错了 出现了一个特朗普现象 这是谁都想不到的 是吧 这可能是非职业政治家 而且讲话是恐怖遮难 还有欧洲 现在恐怖袭击 难民双重压力 土耳其政变 英国脱欧 还可以列举一个案例 就是巴西政府混乱 这个乱象后面 之间原因三个 就是世界经济不好 合作意愿就没有了 第二个原因 就是大国关系不好 俄罗斯因为乌克兰 尸利亚问题 跟欧洲美国不好 我们因为东海南海问题 和日本美国不好 大国关系不好 影响国际合作的质量 国际合作的关键是大国 小国合作原因 也不大 第三个就是恐怖威胁 这三大原因 经济 大国关系 恐怖威胁 是世界乱象的直接原因 直接原因后面 更深层的原因 就是世界的次数出问题了 也就是明讲 就是美国 一个核心的 那个B超多强次数出问题了 很有可能 它对我们的战略压力 要小一点 这是我的一个总结论 经济压力会大 但是战略压力会小 可是对我们中国来讲 我们中国经济力量 相对比较强 处理经济摩擦 我们不是很害怕 现在全球生产力过剩 谁有购买力 谁老大 所以中国真是有购买力 真的能博弈 所以经济压力 我们不怕的 但战略压力 我们比较麻烦 特朗普恰恰是 突出经济压力 还是减少了战略压力 他的执政 其实对中美关系 还是比较有利的 根据过去一年多 他的这个表述 他很有可能 在这个执政之后 跟四类国家吵架 第一吵架 就是他的盟国 因为他要盟国 多承担他的安全成本 他已经跟日本韩国讲了 就是我的驻军的费用 你得百分之百出 对吧 所以这些国家 现在压力挺大的 所以第一吵架是盟国 第二吵架是邻国 他不是向美国老百姓 承诺不许非法移民进来 为此他要建那个 美国版的长城 对不对 这对邻国 特别是墨西哥 还有拉美国家 是一种羞辱 所以他跟邻国要吵架 第三个呢 很有可能跟那个 伊斯兰国家吵架 因为他口无遮懒 然后绝不允许 穆斯林移民美国 那肯定是跟 56个伊斯兰国家组织的人 是要闹矛盾的嘛 然后第四类吵架的 叫贸易伙伴国 这里面包括中国 韩国 日本 德国 都会吵架 所以呢 大家体会一下 就是他对外吵架的部分吧 其实中国还可以的 日本比较紧张 日本呢会吵两次架 作为盟国吵一次 作为贸易伙伴国吵一次 墨西哥最倒霉 墨西哥呢 作为盟国吵一次 作为邻国吵一次 作为贸易伙伴国 也要吵一次 所以中国跟他们比 其实还好 我们就吵一次 所以综合来讲呢 我的感觉就是 中美关系呢 会因为特朗普先生的执政呢 有一些新的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应该是短期 而且很有限度 所以中国的总的态度 应该保持淡定 大家可以向欣赏 纸牌屋电视剧一样 看美国的这个政治剧 理解今天中国崛起的关键呢 就是中国也工业化了 我认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事实 就是中国也工业化了 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事实 而这一点呢 坦率讲我们绝大部分 知识界人是忽略的 制造业我认为是 全部现代文明的力量来源 有强大的制造业 一定有强大的军事 有强大的军事 才有资格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在金灿荣看来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 新国之气 强国之机 在工业化革命之前 西方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效率 远不如东方 但大机器的使用 使得这一切发生了逆转 一旦蒸汽机出来 把地下的化石能源煤炭 变成地上的动力 那这个经济效率 就是传统的这个手工劳作 几万倍几十万倍 军事上呢 通过这个大机器生产 可以生产非常复杂的武器系统 这个时候 它跟农耕民族的冷兵器相比 坦率地讲 那不叫战争 那叫单方面屠杀 尖船力炮 轰开了古老封闭 亲王朝的大门 随后 经过晚清和民国政府的努力 中国见次引进工业生产 但未形成系统的工业化 49年以前的中国 是一个农业文明 49年以后的中国 是个工业文明 新中国将被历史铭记为 中国工业文明的起点 金灿荣表示 从19200的1949年至今 中国每30年完成的工业化成果 大致相当于欧洲100年 到了2016年底的时候 我们可以讲 中国已经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 今天的中国已经入国家基地了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 国家基盘能够几百种 美国在20世纪呢 有三个对手啊 尤其是德国 苏联 日本 他们最辉煌的时候 制造业是美国的70% 就三分之二 然后就超不过 然后就最后整趴下了啊 咱们中国啊 10年敲磨声超过美国 然后呢 同年发电量超过美国 这是不得了的 很多年以后 中国完全崛起 我们会回过头来肯定 2010年是一个转折年 因为这一年 中国的制造业总量超过美国 咱们中国知识界啊 还有舆论界 坦率讲那一年是有问题的 那一年集中在一个问题上 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 那个东西是一点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制造业超过美国 可是我们没怎么讨论 视野 知识都不够 说明这个问题 那个中国知识界 我觉得多数人啊 其实还是生活在农业文明时代 中国已经进入工业文明了 他们还生活在农业文明时代 这是现在一大问题 所以我们的理论就落后于时间 它无法解释时间 而且经常脱后续 中国制造业节省到今天 它的结构是相对落后的 因此我们制造业的 附加值是较低的 附加值较低的情况下 我制造业总产值是美国的150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生产的量是天文素质 在人类工业文明历史上 没有任何国家连钢产量达到2亿吨 最高的就是斯大林的苏联 1.8亿吨 可是咱们中国 2015年 不算各地隐瞒的钢产量 我们的钢产是8.3亿吨 另外就是除了我讲的低端啊 水泥啊 钢铁 实际上我们也有高端产品出来了 就是如果大家关心计算机应该知道 这个我们的就是高速计算机 参加500强排位 现在已经跑到世界前面前面去了 我们2001年呢 参加计算机500强评选 竟然落榜了 因为中国最好的计算机 过不了那个及格线 最新的500强排位 我们跟美国并列第一嘛 都是171台 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很罕见的 坦率地讲 中国的功课男竞争力是可以的 中国功课男要有点信心 你知道吗 他真做 做得真挺好的 而且不光是我们两个美国骑兵 关键是我们 就是第一名 连续六次是天河二号第一吧 今年呢 上半年被赶到第二去了 但是取代它的是 另外一台中国的计算机 神威 天河屈居亚军 那第一名还是中国人 还是中国的 所以不光是 简单说我们那个 就是一般的量 它高科技产品也出来了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中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 是最好的 是不是这个国家 从造火柴到造火箭 都自己造 实际上只有这个国家 有这个能力 知道吗 体系的完整性 就是你的力量 第三个 是不是中国的学习能力 世界第一 这其实反映 就学习能力 反映两个东西 一个呢 就是立项工程能力 特别强 还有一个在经济学上 就是你在利用后发优势方面 用得非常好 这三点啊 就中国 这个工业的快头大 体系完整 然后学习能力 想应该没有争议吧 对不对 这样呢 就是中国的 就工业化 我认为就成功了 而且就是基于这三个事实 我们不怕任何国家 当然展望未来 我们中国不能满足于这个 我们还得搞创新 我个人认为呢 中国创新能力是可以的 只不过现在时候未到而已 我给大家一个证据啊 就是现在网民呢 都把李克强总理 叫做超级推销员 对不对 克强总理到哪 就推销三个东西 一个是高铁 一个就是特高压 一个就是这个三代核电 好像克强总理推销的 还是有成果的 比如说我们给英国 建那个叫辛克利核电站 另外还要给英国 未来建高铁 所以网上是不是有好事着 就模仿以前的那个段子 说英国首相给英国女王汇报 说老佛爷 洋人给我们修铁路来了 是吧 这是一百年前 这是一百年前 我们李鸿章向慈禧太后汇报的 现在重演了 知道吧 这说明中国的那个进步嘛 所以把这些东西合在一块 下一个结论 其实中美之间力量的均衡速度 比我们想象的快 这个对中国挺好的 现在主要是对美国形成的挑战 坦率讲它不适应 这是未来中美关系最大的麻烦 当然虽然麻烦 我们还是需要努力稳定 这个中美关系 美国这个国家还得承认 是过去五百年 诸多西方列强当中 相对非常优秀的国家 它本身快多就大 是吧 综合实力强 而且不光硬力量厉害 软力量也非常厉害 这国家非常优秀 确实值得争取 那么我想以后中美关系 能不能处理好的 我觉得可以的 现在世界在议论一个东西 叫休息底德陷阱 但是习主席是不是讲过 说中美一定要跳出 休息底德陷阱 对不对 我们不能重演那个历史悲剧 所谓休息底德陷阱 由古希腊历史学家休息底德 在著作《波罗奔尼萨战争史》中提出 书中描写了公元前五世纪 古希腊的迅速崛起 震动了老牌陆地强权斯巴达 猜疑 恐惧 威胁 竞争 冲突 最终导致长达三十年的战争 摧毁这两大城邦 休息底德感慨 新兴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 难逃一战 如今休息底德陷阱 已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 哈佛大学 历史学院的那老的教授 阿里森·贵汉 他就坚持认为 我们已经在这个 休息底德陷阱里面去了 他的研究告诉我们 近代是十六次权力转移 十三次都是打伤 历史的经验是比较悲观的 2014年1月 世界邮报创刊号 刊登了对习近平的专访 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 必将与美国这样的旧霸权国家 发生冲突的担忧 习近平表示 我们都应该努力 避免陷入休息底德陷阱 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 不适用于中国 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随后习近平提出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 新型大国关系这习总讲的是三个要素组成的 第一个就是叫不冲突不对抗 这是底线 第二个叫做什么呢 叫相互尊重 第三个是合作共赢 美国是第一点他们接受的 不冲突不对抗他接受 第二点他不接受 美国人认为我是上帝宠儿 美国人公开地在报纸上写说 你要平等待遇 It's not only a mistake It's a crime 要平等待遇 不仅是错误的 而且是罪行 这是很慌了 那个事 所以现在就卡在这了 合作共赢有一些 比如说气候变化 双方是合作的 而且是共赢的 打击恐怖主义 打击海盗 还有一些跨境犯罪 现在我们有一些合作共赢 所以习主席提的新型大国关系 首先在道德上让中国占了主动 舆论上占了主动 但实施的效果 大概就是我刚才讲的 美国没有反对 但也没有接受 但是我想习主席那个决心 也是中国的决心 就是我们一定要跳出 休息底的线起 我们不能最后卷入 这个首生大国 新型大国的恶战 这一点 所有人必须接受 因为中美两国都是核国家 我们是有能力彻底摧毁对方 所以中美真的不能打仗 中美打仗的结果就是 人类没有了 人类历史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东西想都不要想 所以无论如何 两国的精英 一定要有这种共识 这个不能把关系搞到那个程度 有没有可能跳出来 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 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 我现在找到三方面的理由 一个我把它叫做老游戏新选手 游戏是老的 一看就是个老游戏 新兴大国 首生大国 老游戏吧 但选手确实是新的 就中美两个国家 就是跟一般国家是不同的 第一个就是快多大 快多真大 这两个国家都不是一般的 大国 都是超大型国家 超大型国家带来一个好处 其实就不要想击败对方 这两国告诉大家 谁也击败不了谁 再讨厌对方 也得凑合着过 物理上你必须和平共存 另外这两国家都是文明型国家 不是标准的Nation State 不是标准的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主要是 血缘是比较单纯的 这两国家都是多元化 非常复杂 所以只能靠文明认同 来拢到一块 那么它就比一般民主国家 宽容度要大 咱们中国的游戏方法 也跟美国以前对手不一样 以前美国对手 德国 苏联 日本 都学西方 然后就是大拳击对打 中国跟你玩太极 你生气的时候我不做生 等你心情好了 我骂你 对吧 中国是这么一个打法 美国没碰到这个对手 另外就是双方的文化 其实有很多共性的 我们现在比较凸显 中美的文化差异 其实如果在两边生活 你会发现 中美双方文化共性挺多的 大家都是世俗主义国家 中国是王侯奖项 林游总乌 昭威田舍郎 木登天子堂 皇帝轮流坐 明年到我家 美国一样 国人主义是美国的立国哲学 然后实用主义 非常灵活 换个词就都不是一根筋 还有一个 让我们可能出 就是跳出休息底的的 可利用的客观条件 叫做老游戏 新背景 游戏是老的 可是背景新的 第一个就是 我们都是核国家 真不能打 第二个呢 我们处在全球化时代 我们那个相互依存太厉害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们是参加美国体系内 这样呢 我们就是利用美国体系 这种公共产品 比如自由市场 国际投资 国际技术 品牌 市场渠道 我们真的获得了 那个发展机遇 但是对美国也挺好 因为中国的加入 使得美国的领导地位 就很稳固 真把中国逼急了 总可以 把世界的那个 穷国家组织起来的 中国是天然的 盖方帮主 那美国是吃不了兜着的 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第三个就是 这一百多年了 我们这个国际社会 还是有进步的 我们现在比如说有联合国 一百年前 英国法国之间没有联合国 现在我们有吧 现在国际法比以前 也要有更刚性 另外就是 美国主导的 二十世纪国际关系 比欧洲主导的 十八十九世纪国际关系 还是要文明的多 以前我要崛起 我一定要欺负周边国家 把他们变成殖民地的 现在不用了 现在就是我们 把产品做好一点 我把市场占了一样 它实际上那个 收益更大 成本更低 这是进步 这些东西合在一块 我们之间 虽然以后矛盾很多 战略差异很重 新问题很多 但是呢 如果把我讲的 三方面情况用好 老游戏新选手 就是我们这两国的 特性用好 还有这个新时代的东西用好 还有历史的遗产用好 就中美跳出休息底的陷阱 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所谓的南海最终仲裁 到底对中国产生 什么影响了呢 中国上来就说 反正是四个群岛 就是我的 我也不跟你废话 是不是我们也很强硬 特朗普上台 对于蔡英文当局来说 是不是会越来越艰难呢 两岸问题的走向 其实还不取决于美国 还是取决于我们两岸 福相伴能永远 福建能源集团提醒您 稍后更精彩 像马尼亚克写那个 当中国的文字 他上来就讲 说中国文化有现代性的 理性治国 世俗主义 实用主义 物质主义 这都是现代性 对咱们的现代性 是孔盛人2500年前 就给我们定下来的 西方人是没这个福气 我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黑暗时代 后来出了启蒙运动 出了康德这种人 康德被叫做欧洲的孔子 康德完成了孔子同样的功能 就告诉大家 上帝跟上帝 世俗跟世俗 你作为世俗的人 就把世俗过好 以功能的角度来讲 孔孔子2500年前 已经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我现在建议学习 学四个东西 而且次俗得这么排 第一要学马先生 这个马先生呢 叫Market Economy 就是市场经济 然后小平指出正确方向 排除一些制度障碍 所以就学会了 市场经济现在中国玩得特别好 第二呢 赛先生 第三是罗先生 这是Wall of Law 法治 要依法治博 这个是现代国家自由的关键 第四个才是德先生 美国著名战略家 基辛格先生 在13年出了一本书 叫On China 论中国 那么最后 他就讲出一个东西 中美啊 要co-evolution 叫相互演进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态度 因为原来美国是自我中心 都是你得向我演进 但基辛格先生 竟然说对中国不能这样 我们得相互演进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具体怎么演进 我的方案是两个 就是我们要帮美国 分担一些责任 美国必须跟我们 分享一些权利 如果就是说 美国有这种新的态度 然后双方的做法 是两个分担 最后中美关系啊 我认为啊 最后会形成一种 叫功能性伙伴 英文叫 functional part of shape 功能性伙伴 就不像每日这样的 每日叫制度性伙伴 就是法律约束 你必须合作啊 中美不是 功能性伙伴是两个要点 就是第一 我们在很多具体的议题上合作 第二 我们有对话机制 能把分歧控制住 能把分歧控制住 然后有一部分议题合作 加起来就是功能性伙伴 这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对中国好 对美国好 而且可能对世界也好 如果中美真的两家搞成像日本一样啊 联手统治天下 坦率讲 别的国家 日子也挺难过的 因为我们两家太能干了 别的国家 其实这个空间就非常小 我最后下个结论啊 面对这个新的国力发展啊 我们必须承认就是 它会带来一些麻烦 包括战略不幸呢 包括新问题 但是我最后的估计呢 就是如果我们应对得当 我们跳出休息底的陷阱 我们构建这个相对平等的 新型伙伴关系 也就是功能型伙伴 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这既是我的判断 也是我的期待吧 谢谢大家 感谢 感谢 感谢金教授 金教授的特点就是 用我们普罗大众 都能理解的语言 讲出非常高深 难懂的国际关系的哲理 非常好 谢谢郑老师 特朗普上台 我一直心里在嘀咕 因为很多人觉得 这个前景不确定啊 像法国总统奥朗德就说 世界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状态 听完你的讲课我突然明白 原来在盟国 邻国 伊斯兰国和贸易国之间发生矛盾 法国一下子占了两个半 法国占了又是盟国 又是贸易国 在伊斯兰国问题上 多多少少要摘一点变 看来对中国还是一个好事 是吧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我们中国手里还有美国很多的国债 这个钱特朗普还会不会还给我们 这可是都是我们30年的血汗钱 是 前途问题不是很大 就是你要去买欧元 债券和日元债券不是更惨吗 是 两海乡圈取其轻 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很多外行的人说 我们能不能去买别的 我告诉大家 咱们的专业人士比在座的都聪明 咱们其实专业人士操作的还可以 接受到目前我们外汇准备都是真实的 然后资产配置基本合理 好 今天我们有很多观众 还有四位观众代表 现在我们请第一位 金教授你好 就是基辛格从前说过 就是如果您控制了粮食 你就控制了所有人 如果您控制了石油 就控制了所有国家 如果您控制了货币 就控制了全世界 那么在现在的新型的伙伴关系下面 如何在这个三个方面增强我们的实力 是基辛格说的吗 不是基辛格似乎有点怀疑 哈哈哈哈 跟老先生我自己就见了很多遍了 那个可能是把他的东西高度简化的一个结果吧 对对对 那个但你讲的东西这三个指标是很重要的 因为今天的经济高度金融化 所以掌握了金融 确实掌握很多国家的要害 但是这个东西我两年看 就一个像中国这种国家 我觉得不遗余让金融占那么大的比例 因为美国是个活生争的例子 华尔街绑架成为美国经济 在美国你搞实业 搞服务业 矿业 农业 制造业 最后利润都被他拿走了 知道吧 他是个吸血鬼啊 这金融不宜搞得太大 我们中国一定是制造业利国 这一点永远不要放弃 知道吧 那个 但是在国际上我们要 要提升人民币话语权了 而且我直觉啊 川普先生可能给我们带来机会 什么机会呢 他是这样 就是他现在不是变得有点小气的吗 对 那么现在世界经济呢 有点依靠美国的利差的 就美国现在不是每年 有八千多亿美元利差吧 这个给世界机械平衡是有贡献的 他也向外输出美元啊 他可以印很多很多的钱 就是整个世界呢 是生产力过剩 所以这个需求很多呀 如果 他变得小气了 就是为了扶持国内工业啊 对 那个满足那个民族 要钱给国内自己的人了 这样呢 就是他的利差会急剧减少 急剧减少会带来美元荒的 还是想中国那个时候啊 就可以促进那个人民币结算了 好的吧 反正你也缺了美元 我是人民币大把大把的嘛 喜欢毛爷爷 我给你一大把一把毛爷爷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还是有点机会的 好 石油啊 粮食呢 是重要 但不要那么夸张 这个 现在比如说石油啊 石油像中国已经取代 美国成为第一大那个石油进口国的吧 那以后中国在石油定价方面应该是权威是上来的 那个现在其实沙特啊 俄罗斯啊 对他们来讲石油的份额是他的生命线 那份额是我们决定的 对吧 对 所以我的总结论啊 货币问题 我们中国当然要在国际上推人币国际化 取得货币化一圈 但是在国内一定要清楚 永远制造业利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张老师好 金老师你好 前一段时间中国和俄罗斯进行了海上联合2016军事演习 大家都知道啊 那我是随见记者 这个演习就是在我国的南海海域进行的 中方参演的兵力 也主要是南海舰队的兵力 我是跟着在舰上朝夕相处了好几天 然后看着空中激将的分队 直接上直升机 看着咱们海下渗透的分队 非常幸运的 上了冲锋舟 然后去海下渗透 然后全程看了他们去做这个联合立体夺空岛礁的任务 所以对南海问题非常的关心 今年7月份 这个海牙国际仲裁庭 颁布了一个所谓的南海最终仲裁 那好几个月过去了 这份仲裁到底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了呢 金老师有一句名言 这个美国军舰到我们南海来吓唬我们 我们就建一个倒鸭鸭鸡 这个已经在全国都流传起来了 谢谢吴珊珊 你很幸运我们都羡慕你 难道你我这么看的 就是他本来不应该突出的 但是现在突出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美国插手 就把事情搞复杂了 中国呢政治文化有个特点 这是我们的亚圣孟子先生跟我们讲的 叫忍者以大思想 基本上我们对小国家都很忍让 一来如此 东盟的中小国家跟我们闹 我们挺忍让的 是吧 格子争议共同开发 所以虽然有矛盾 但是一之可控 这是第一 就是美国的介入使得南海问题的矛盾性质变了 从中国与中小国家矛盾变成 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 性质就严重了 另外美国还有一个毛病 他不让你等 这中国原来鸽子争议吧 可以鸽 但美国他不让你等 美国行动能力非常强 他就操作了这个南海仲裁案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南海仲裁案实际上的那个 这个主体呢 是美国 因为那个给菲律宾写起诉书的是美国的律师 对吧 然后给菲律宾提供了3000份历史文件 筛选的文件是美国 选择法庭也是美国 选择了国际仲裁 国际仲裁庭呢跟联合国是两把事 但他们在一个楼里 对对对 这里面有点小麻烦 就是大家知道 咱们联合国呢 有好几个总部 有纽约 有维也纳 有那个日列瓦 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产权 是人家卡雷基家族的 他是一块钱租给你 每年一块钱 国际仲裁庭和卡雷基家族 关系不错 私交不错 于是他就有机会 在日列瓦联合国总部当中 有一间办公室 知道 所以就形成误解 就弄得大家很混 就以为 真联合国来制裁我们了 其实不是啊 7月12号5点 国际仲裁庭出结果 咱们那个6点钟 发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声明 从口上来就说 反正管你怎么权利无权利 反正是四个群脑 就是我的 我也不跟你废话了 就是我的 是不是我们也很强硬 我们推理解为 这种财是完全无效的 或者对我们 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的 对吗 然后呢 我们还宣布 就是说我们 不仅拥有岛屿 而且拥有内水 内水就是 群岛 就是岛屿岛内的 所有的水 都是我们长江黄河 是我们家的 是非常强硬的 只要美国军舰不来 中国一定是很克制的 他说如果 你哪里还要破航母 在这吓唬我们 中国是一定要舔倒的 我觉得战略界的 老子清楚 一定要知道 中国已经工业化了 重要的事要说三遍 这是最重要的 好 陈老师你好 你好 您在台湾问题上 您知不知道 有一个特别的称号呢 您呢 在一期栏目上 五次旁敲撤击 非常犀利也幽默的 郑重要点 所以说呢 很多中国的朋友 给您一个叫 金武刀 你知道吗 金武刀 我听说过 听说过 谢谢 但是当之有愧 我的问题是 特朗普上台 对于蔡英文当局来说 是不是会越来越艰难呢 无论是谁当选吧 那个两岸问题的走向 其实还不取决于美国 还是取决于我们两岸 那么如果我们这里 中国国力发展 没有太大的事 不犯颠覆性错误 那我们以后力量 是碾压性的嘛 以后两岸不能叫对抗了 现在其实就不能 五年以后更不能了 它不是对抗的问题 因为它没有 对抗的资格 知道吧 但现在我坦率地讲 现在有一点风险 台独的势力正在膨胀 所以岛内的政治生态 加这个领导人的意识 形态化 使得反正 哎呀 至少在台湾岛内 那个方向上啊 这个发展 非常不利于两岸和平 和平发展 和平统一的 习主席 讲到了 就是我们大陆 还是很愿意 推进那个 两岸和平协定的 对不对 就是路径 机会都放的呢 我都给你出路了 你不选 你要走向对抗 那最后就是对抗 对吧 对抗的结果 我觉得也是不言之名的吧 只要工业4.0 在全球铺开 中国制造业 将全线崩溃解体 坦率讲 很多德国人 不知道有一个 德国工业4.0 中国制造业的升级 我个人认为 在大国里面 现在做的是最好的 福相伴 能永远 福建能源集团提醒您 稍后更精彩 好 下面我们请观众席上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有一个条子上的问题 金教授 您说制造业中国强 而著名经济学家 朗贤平认为 只要工业4.0 就是智能化 在全球铺开 中国制造业将全线崩溃解体 您如何看待他的观点 这几年我好像去德国次数 不亚于去美国 他在讲 很多德国人不知道 有一个德国工业4.0 他很怀疑 各国都提出了一些工业的 像我们中国叫工业2025 是吧 然后德国4.0 但是我问过很多德国教授 他们真的不知道 他们怀疑是中国的工资和媒体 制造出来吓唬中国人的 是假的 我估计是德国政府的某些人 是有这个计划 但是实施情况并不是很影响的 目前世界上的产业升级 中国是做得相对较好的 我建议大家 今天有兴趣摆布一下 这个东西 就是实际上最好的两份科学杂志 一个是美国的科学 一个是英国的 叫Nature 自然 就根据Nature Index 自然指数 这个68份一流杂志 发的全部都是那个 大家公认的原创性的文章 是吧 排第一是美国 第二是我们中国 想不到吧 第二是中国 我们在上面原创文章的发表 是英国的三倍 所以我们把那个 那些国家远远甩在后面 这是第一 就是在科学原创上面 我们现在仅次于美国 还有就是专利 中国专利现在世界低 专利总量世界低 然后有效专利世界第三 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升级 我个人认为在大国里面 现在做的是最好的 我现在非常反对 一种这种做学问的态度 就是夸张问题 人性呢 是这样 我们最喜欢的是 把自己吓得够呛的新闻 知道吗 第二是喜欢 把自己气得够呛的新闻 大家去想一想是不是 然后胡锦中外的江湖片子 一定是这样的 就抓住你某一个乐点 吓唬你 知道吗 然后最后就是让你掏钱 高价买我的大力玩吧 现在学术界也存在着这种人吧 学者唯一的那个 立生资本是实事求死 既不夸张 也不贬低 超越这个东西啊 最后都是害人害死 谢谢 世界潮流浩浩到当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我觉得这个中国崛起 就是今天的世界潮流 这是一个美好的前景 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我们的未来 好 这里是中国正在说节目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非常感谢 感谢金像中 谢谢 感谢大家